嗨 小班小朋友们好 现在呢我们要上千岛娃娃的课 那小朋友们知道吗 今天呢千岛娃娃的课呢 要教我们什么呢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 折小船哦 我们要折小船 那小朋友们想不想学呢 好 那我们就一起 折小船哦 首先呢老师要请小朋友们准备一些东西 那第一的呢老师要请小朋友们拿折纸 那折纸随便小朋友们要用什么颜色 老师用的是棕色 老师是用brown 那如果折纸拿了呢 我们就还要拿胶棒 这个是胶棒 OK 好了吗 OK 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做了 首先呢老师要请小朋友们拿一张折纸 随便小朋友们要用什么颜色 老师用的是棕色 是brown的 OK 那现在老师要问你们 这张折纸呢 它的形状是什么 形状 是不是正方形呢 是不是square 是是什么呢 那我们呢现在呢就要把正方形的折纸呢 折成三角形 折成triangle 那怎么样折呢 你们就看老师怎么折哦 好 那首先呢你们先看 在这边呢有尖尖的是吗 那我们要把这个尖尖的呢 转 转右边 OK 你看 一 二 三 转 那 转一次就够了 转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下面的尖尖的要折上去 OK 折在一起 看老师怎么折哦 这个尖尖的呢 跟上面的 OK 你们看到吗 等下呀 这样尖尖的 OK 然后 这样 那 现在它的形状是不是变成三角形了呢 triangle 是吗 那 如果折好了呢 我们还要折 你看 现在呢 是从右边 你看 右边折到 左边 你看 你看 这样呢 折在 左边 你看 它的渐渐咯 嗯 OK 是这样 嗯 OK 是吗 变成小的三角形 是吗 那 如果好了呢 现在呢 我们要 还要折 就是从下面折上去 但是没有到最上面的呀 在中间就可以了 你们看老师怎么折哦 看 看 那 就是这样而已 叹叹叹叹 那 变成小船了 是吗 那 如果我们的小船做好了呢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小船呢 贴在我们的书里面 OK 现在呢 就请小朋友们拿你们的千导娃娃的书 然后呢 打开第七页 打开这页的哦 OK 然后拿你们的这个 刚才你们折好了的小船 OK 拿你们的小船 然后呢 拿你们的胶棒 你看 把胶棒呢 放在这里 OK 那 这个也是可以放一点吧 OK 知道吗 这个也是可以 OK 那 如果好了呢 我们就贴在你们的书上 贴在你们的书里面 OK 那 我们的小船已经折好了哦 漂亮嘛 当然漂亮是吗 那你们就 现在学会折小船了是吗 OK 那今天的课呢 老师就先讲到这儿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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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